待会我们继续讲乌克兰小故事 昨天有一个香港女粉丝问我 在这捅人怎么办 还有另外一群粉丝说 想从这个地方建立乌克兰中国人社群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中国人群落 种地啊 自己自足啊什么的 我来逐条解释 关于种地这个事 首先 当地有一群叫做阿塞贝让的人 就阿塞败江 我们叫他黑毛子 除了黑警和种族主义者的话 他们算是对我们这些种地行为 影响最大的 他们会天天登门来勒索你 而且还会和你产生 激烈的肢体冲突 观念来了 他们如果是吃种空拳来揍你的话 你必须要吃种空拳来打 如果他拿刀的话 你要和他拿刀的互同 如果是他拿枪的话 你拿枪和他打 如果他拿着刀子 你拿着枪把他轰跑了 你要被抓 只有武器对等的时候 你们才能被认定为 持蟹斗 群体都可以半个私了 交点钱就没事了 因为外国人 因为阿塞贝让他们这群人 在乌克兰的关系 肯定没你铁嘛 甚至火车站 连小偷关系都比你们铁 你以为 那小偷偷了钱以后 警察为什么永远抓不着小偷 对吧 甚至那些吉普赛人的关系 都比我们中国人铁 所以说不要存侥倾心理 他们要拿刀的话 你才能拿刀 他们拿枪 你才能拿枪射他们 这样才能勉强办一个 所谓的群体都 私了老事 当然是你赔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关于统人的事 之前这儿有一群中国人 在河边烤肉 其中有一个酒鬼 因为烤肉太香了 旁边一个乌克兰的酒鬼 就被吸引进来了 自然就发起了肢体冲突 然后A 中国人A 把酒鬼捅死了 大家都跑了 但是这些烧烤用具 全都是中国人B的 于是中国人B又回来 把那些用具全都给收集起来 带走 但是警察就趁机把他抓了 警察给判了10年 15年来着 故意上任 过失上任吧 一个叫 然后 中国人A 过意不去 就中途说 这个人是我杀的 能不能 我来被关监狱吗 这是我应得的 但是警察让他滚 我们已经立案 已经结案 法院已经审判了 你给我滚蛋 他们不在乎真相 因为 法院是根据 公检 检查机构的 起诉来判案 然后检查机构的话 是根据 那些警察的 固有证据 文案什么的 开始判案 提及公诉 所以说 如果你重新把这个案件 推倒了 再同一来一遍 法院肯定是会 骂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 肯定要骂检察局 检察局的话 本来就不赶紧 而且本来就不想管事 对吧 所以说那可怜的孩子 就因为一套烧烤用具 被关了十多年 家破人亡 我就不需要说他的家里 国内那些家里人 成什么样了吗 反正就是家破人亡 所以说在乌克兰不是什么 特别容易的事啊 大家 还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直在乌克兰 那不是废话吗 我的博士文凭 韩太娘的 我的所有的学历和证书 都在学校里面呢 我要跑了以后 我回归怎么找工作 我连高中毕业证都在里面 出生证明都在里面 这没办法呀 走不了啊 所以说大家 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什么来这个地方 还开一个中国人社区 你以为中国人在海外 都受待见了 受了欺负以后 谁管你 对吧 有的时候反而是 阿拉伯人会帮你一下 当然人家是收钱的 你要是喝 当地的乌克兰人喝美了 他也有可能会帮你一下 但是人家是认钱的 而且这些事情啊 这些事情都是有 当地乌克兰人证明的 还有说乌克兰 贪物腐败的就不开心了 好家伙 这都是安东告诉我的 安东天天的听我说 我的母亲在这个地方 工作了25年 在市政府工作25年 我们充分知道 奥特萨政府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90%啊 什么99%啊 99%不是他说的 90%是他说的 90%是其他那几个老兵说的 反正我要是带凡 把我和乌克兰那群 当地人的聊天 翻译出来 录个视频 那你们这 心目中的理想象 早就参加的崩溃了 开玩笑呢 这 我在乌克兰这么长时间 我都没有感受到乌克兰有这么的 奋发想象 而且这怎么了 对吧 每个人都有缺点啊 每个人都有不足 对吧 难民他也是会打架 乌克兰人他也喜欢喝大酒 也喜欢说话不算事 那这不是都一样吗 人都一样 非得要因为一个国籍 一些媒体学生就觉得 他们都成神了 哪有 要成神的话就不需要我们帮助了 直接 这个直接用道义就能 打退着俄罗斯的入侵者 对吧 而且乌克兰其实军事力量挺强的 就比如说我学校吧 之前我们国内那些坦克 这些资料 全都是我们学校的 还有 天宫一号二号的控制系统 好像是我们学校的 OK 拜拜拜拜